今次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成员国会议是在印度举行 印度是主席国 没错 但知道上合组织会议 其实那个发起老大得定是中国 上海嘛 所以前几天我们讲这个问题 当世特别金砖三个老朋友碰头 普京、习近平和穆迪 同镜演出又不是同台 当时我们已经讲了 印度你不要小看他 印度现在饭饭他都会参与 但饭饭都未必会和你合作 即是说他不是去到像是有影星虫 他有自己的立场 这些新闻就是我看为何我们那么留意 那么多新闻都好像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今天看这个环市评论才看到 原来他第一段说 根据几家印度媒体报道 在印度媒体报道 中国怎会不知道 中国有份参与这个会议 印度并没有签署上合组织至20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 如果在该文本当中有太多中国语言的表达 即是说印度并 准确是 不是用中文的意思 是用了中国的华语 即是说这些报告出来 似乎是纯粹为中国度身订造 印度是一个堂堂大国 以及在他印度开会 为何所有东西就像中国铺陈了 于是他就没有签署了 你看看 《环球时报》特意引述用印度的媒体 为什么不引述中国大陆自己的媒体 我们没有发现有 或者有我们看不到 以及引述印度的 不关我事 我看你们那里说 如果我今天和老中哥说 《环球时报》今天的社评 信息量是很大的 就包括原来他没有签署 名叫新德里宣言 他是主席国 他没有签署 很重要 这是闭幕宣言 即是开完会 有一个好像整个大会的总结发言 在印度新德里宣言 这个是很重要的 原来有一段 成员国重新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内容 印度一如既往 就拒绝 将印度国家的名字 就放上去 很奇怪 新德里宣言在印度举行 这个最后 他是主席国的 有一段我又不签署了 这是一带一路问题 一带一路 中国从来不愿意参与歧视 因为一带一路 其实印度是中间 是你发起的 我为什么要帮你 这个真是抬招 那条路的中间 他就帮你抬招 我不会帮你抬招 环球时报社评说 这份战略文件其实没什么 为什么你认为 他这个忍着 由中国主导 显然是印度的媒体 批评 这是由中国主导 是由塔吉克斯坦提出来的 但是这些中亚小国 都是依附着 这些小国 都是老大事上 这些小国 其实他是得益者 在中国整个蓝图当中 他是得益者 但印度当然是得益 但是印度很明显 既然这些国际会议 我是有份参议 我也是一个主力 很抗拒 抗拒一种 就是中国主导的模式 虽然还是 虽然去否认 也不是 但是我们可以凭常识想象 上合组织整个铺牌 都是北京主导的 是的 因为上合组织 今次是说 2030年的 经济发展战略 由北京主导 就是我印度 为什么要跟随 北京的指挥棒 其实挺有趣的 因为中国一向提出 多边主义 你们不要经常依赖大老文化 看美国的鼻息 现在印度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不会提出来 环球社会社平 还透露一个讯息 就是印度中途 退出了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叫做RCEP 这个读法 我是看中国全译园 我才知道是这样读的 其实你对印度的历史 特别是近代政治史 印度的不结盟主义 是很强 当然任何外交都说实力 今时今日 印度有实力是说不定的 所以它可以向中国说不定 同样可以对美国说不定 这是印度的特色 不过患事 其实在这篇社评里面 都暗示一件事 就是如果印度 你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任理事国 然后得到日日都可以行使 否决权 那你有什么决意 都可以不达成 好像你今次这样 你又不签 如果让你进去 如何呢 中国是常任美视国 他否让你进去 他有话事权 这个外交的连行合纵 就是这样 但是这段 我可能才说出问题 印度这种个性 和现在对中国的戒心 虚荣心 和和中国一争这个红墙的性负心 是混在一起的了 印度对中国有戒心 自己有虚荣心 和有一种性负心 就是说 龙象争控 中印的争夺 特别是过去和人口红利 就说到中印未来的发展 你看见现在西方国家 亦都亦中洋印 天平上有些是倾斜 还记得当初 未开上合组织的时候 对印度都传一线希望 现在今天的社平就说 你印度不要错判 印度你在上合组织 在金砖国家里面 扮演的角色 发挥的作用 会受到影响 所以都是 其实这些社平都很不客气 摸起你的心 你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你是妒忌我 你是和我差 于是做这些事情 不要说了 如果你这么有个性 对你来说 也不是尽最好处 但他说话很潮流 印度你很渴望 站在舞台的撕毁 即是中间的位置 那你就想撕毁 对你来说 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撕毁人站着 你想站上去 这个好明媚的角色 接下来看《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当然 也说到选举 这篇社平是针对侯友宜 侯友宜一直在很多问题上 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 第一 可能他举期未定 看准形势 另一方面 他如何包装 这些很重要的选举信息 也在关键之处 侯友宜终于推出台海政策 特别说得很清楚 反台独 接受合乎中国 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在兵役问题上 也有一个新的主张 他说 在两岸处于和平稳定的前提下 将目前朝一致主张的一年兵役 宽回四个月 即是说我们要和平不打仗 大家就不用服兵役 也不用送子弟兵上战场 很明显侯友宜 这个是关于选战当中 提起台课政策 新意没什么 但他走回一个比较上 近国民党最保守 当年马英九 的路线 暗示 还是批评他 自由时报 更加批评的是 马英九也没有反台独 但不支持 但用意上是反台独 他用意上进一步 自由时报 放死侯友宜不死 侯友宜在国民党内部 聯合部昨天也砌他 和郭台铭之间 影响到国民党的选情 自由时报今天进而 用对家的身份砌他 的确是的 对侯友宜来说 唯有回到马英九的路线 如果你和这个 去接近民进党的路线 又不行 但马英九路线又未够彻底 所以他是更加是 是稳健保守的 在这个台海问题上 这也是把选战 是回到这个 不是统獨之争 其实是回到和战之争 即是说 我们唯有回到九二共识 反台独 这个是可以保障到 台海的和平 当然 自由时报不是散游的灯 你这样说 然后砌你 他又引经据典 他引述最近 去台海的访问 其实你也引述过 老总理引述过 这个黎安友 黎安友的看法 这个是中国通 这个是几十年来 他的精通中文 就是 老先生就退休了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中国问题专家 他的论点就是说 你无论 你台湾 你承不承认九二共识都好 影响不了习近平对台政策 一样会对台湾施加更加多压力 换言之 只有步步进逼 如果现在 自由时报社评说 委屈式的和平 你以为可以改不行 现在侯友宜 那个民调是严重落后 现在你再提 希望伏兵逆输到四个月 因为民进党说伏长一点 要加强台湾的避战 要避战 所以就拉回去年轻选民那里 可能会得到部分年轻选民的家长支持 不用我的子弟兵上战场 其实大家都在打这种心理战 自由时报很清楚 你委屈式的和平 你做什么 人家要打过来 人家要吃了我们 没得避免 你何必这么委屈呢 你不如找些地方 自己坚强些 去保证自己好 其实台湾经常用一句 以前 尊敬自强 但现在问题就是 你又不尊敬自强 外面就冰空战危 自由时报的社评说 东海、南海解放军的战机 经常在飞行妖翼 那怎么办 还有人家日本、韩国、菲律宾 都觉得是身受其害 所以侯友宜这些所谓的竞选三支战 自由时报马上就要把它废掉 你三样东西都不通 你特别说到 你接受九二共识 陷入一宗的鸟笼框架当中 这样会令到国际的势 支持台湾人 那不再支持你呢 我支持你 你又自己好像缩锁弱 不爭气 不爭气 台湾选战 大家都这样出招 台湾选战 是跟香港区议会选战 都接近的日子 不过当然香港区议会选战 和台湾选战的规模相差很远 因为明年初 总统之位大选 是台湾的大事 每一次都很好看 而区议会选举 好不好看 我就不太好看 我只能把两个人比较 真的 笑死人 台湾想着一半闭嘴笑我们 真的 无论如何 无论是装水四千 MeToo效应 这些选举伎俩 最重要是一人一票 没错 台湾是一人一票 这100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